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HK跳台.com 我是阿榮 今天我們要做的教學會用AI和Photoshop 我們先去看看我們今天的完成作品 今天會教大家做火七印的效果 我們就開始我們的教學 首先去AI 準備好你要做火七印的圖形 我們需要有三層 我們會分開來做的 首先是外面留出外面的納 中間圓圈的印章位 以及中間會有的Graphic 我們要分開三個 首先畫好了之後 先去Copy最底的那個 然後去Photoshop 開一個新的Document 由於你剛才Copy了 就會記下了你的AI的File Size 所以Size就對了 好 靠 Resolution 300dpi Color Mode 我們用CMYK OK 之後我們就可以Paste下去 Exit Smart Object OK 然後我們就要 改改一個名字 這個叫做Base 然後我們就可以Double Click 進去就開始加東西了 首先我們要加一個Gradient Overlay 顏色方面 我先拉到中間 我們就要一隻 25-100 25-100 25-100-100-0 CMYK 25-100-100-0 然後呢 就大約在22%這個位置 就轉做一隻 100-100-100 然後我們先點一下左邊這個 我們在右邊加多一下 然後就會Copy了這個顏色過來 OK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由上至下 這樣的漸變 做完漸變之後 我們就要先加一個 Bevel Emboss 讓我們效果更容易看 Style 要Inner Bevel 這個就用Smooth Depth 我們今天要做的這個效果 就是大約180%左右 Size 要34 然後 Global Light 不懂 你開了它也可以 不過就要轉回 Angle 我們就要90度 60度 然後呢 下面 Highlight 的Color 我們就調一隻 很淡的黃色 Shadow 我們就要一隻 深紅色 然後 我們就去Gloss Contour 這裡 我們去Gloss Cont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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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這個暗位 旁邊這裡 就太過 不立體了 我就要調整一下這裡 這樣 這個位這樣反了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些邊位 它就會外面 是沒有那麼深色 在裡面 才會深色一點 看上去就會比較立體一點 然後呢 就高光位 又把最高的光位 移動一下 一點點 等剛才這個Highlight 就不用太多 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這裡移動一下 就可以改到範圍 這裡 大約是這樣的 OK 接著 我們調整個Contour 這裡 調整個Size 大約是80% 可以看到它有一點點分別 這些邊位 就再閘得 更深一點 我們可以關掉它 開門看看 這些邊位 就會再閘得更深一點 接著 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一個Inner Glow 選一種顏色 我們就要選一種淡紅色 我們就要選一種淡紅色 大約是這樣的淡紅色 那是Screen的 Size Size 我們可以調大一點點 我想大約是26pixel 左右 OK 接著 Occity可以按低一點 在旁邊這個位 都會更亮一點 你會看到這位 會比之前更亮一點 會比之前更亮一點 還有帶了另一個色彩色 立體感就更強 暫時OK 這裡的Occity可以調低一點 對 我們就OK了 接著 我們就要回到AI 我們就可以Copy第二層 Copy 去Photoshop Paste Smart Object Enter Paste Smart Object 之後就改名 因為待會我們會有多幾層的東西 所以如果現在不改名 就很容易亂 我們Dulplicate 下面這個 按住的Option 就是把它Drop進去 這堆Effect 這樣就會Apply 這堆Effect 上去Center 我們Double Click 進去改一改 有些東西我們不要 例如是Inner Growth 我們不要 Gradient Overlay 我們要Adit一點 把最左邊的紅色 把最左邊的紅色 拔走 我們要一隻 稍為深的紅色 前面去鮮紅色 下面是鮮紅色 下面是鮮紅色 上面是稍為深的紅色 接著 我們去Baffle & Emboss 這裡 轉為Outer Baffle 在一個圈的外面 接著是Down 你喜歡Inner Baffle也可以 但我自己比較喜歡 因為 如果是Inner Baffle 現在看到是Inner Baffle 這條邊 你怎樣Fix 都Fix不到 它一定會有一條 硬的邊 但如果我們用Ulter Baffle 那裡面這條邊 我們就可以Fix 它 先把Band交到0 裡面這條邊 我們就可以用Inner Shadow 我們現在就加一個Inner Shadow 然後我們在Multipy 旁邊的這個顏色 就選一隻深紅色 我們就可以調校 再調校大小小的Size 有些位置就變得沒有那麼實 OK 而且邊位就會鬆一點 Distance Opacity 可能可以再加深一點 這樣的話 立體感就會出一點 如果我們用Inner Baffle 的話 效果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我們可以去Baffle 去Enboss Inner Baffle 的話 就做不到剛才的效果 所以我會選用Ulter Baffle 所以如果你畫的時候 這個圈 如果它的Size 不對 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按著Cmd C Ctrl T 去調整一下這一層的Size 可能你需要縮小一點 然後這兩層 就基本上做完了 我們就選擇這兩層 我們按著Cmd Shift 或者PC的Ctrl Shift 在下面的Folder 開一個Folder 包著它 這層就叫做Base 為什麼我們要開一層Folder 包著它呢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要Dulplicate 這層 我們按著Option 按下Dulpl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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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們要向下Dulplicate 因為上面沒有Layer 所以它是不讓我們向上Dulplicate 所以它是不讓我們向上Dulplicate 然後我們就要在這層Base 我們Double Click 不要Bevel Emboss 所有這些東西都拔掉 記得在Branding Option 把Field調成0 然後我們就要加一個Satin 我們就要先調整Contour 我們就要用它的Profile 裡面有一個好像兩座山的東西 就是這個 按下Dulplicate 你會發現邊位會多了很多 一層一層的 我們就可以調整一下Size 直到自己心目中的Size OK 然後我們就由Multipy旁邊 這個顏色這裡 我們選下去 我們就要一隻 紅色 可能要深一點點 對 大約是這樣的紅色 我加上Dulplicate 之後就發現 可能可以淺一點也不重要 但是把Opacity較高一點 對 這些光位就會多了一些痕 在這裡 這些位置 也有些痕 在這裡 做蠟的質感的時候 我多數都會加這些東西 這些位置 就好像是Deflection 例如是你Office的Sealing 那些光源 通常是一格一格的 這樣就可以模擬到那個效果 而它的蠟本身 顏色也不會太平均 這樣就會有一個漸層效果 這樣就會增實一點 我們OK 接著 Center 這一層也需要的 我們照樣Dulplicate 按住Option 如果你是PC 就是Autoire Dulplicate 記得一樣是 把Fill Fill Fill到0 記得是0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中間這些位置 也有多了個空出現 OK 接著 我們就要把Base 再Dulplicate 放在這個Folder的頂上 我們叫這一層 我們先改回Folder的名字 叫做Overlap 這一層 我們就可以拔走效果 這個Fill可以照樣是100 接著我們開一層新的Layer 接著按住Option 或者是Autoire 如果你是PC的話 把這層Layer 放在下面那層 那這一層呢 我們先Fill白色 接著我們再開一層新的Layer 那這一層呢 我們都Fill白色 為什麼我們要Fill兩次白色下去呢 待會你就知道了 我們先在上面那一層 在Filter Noise Add Noise 我們就Add一個大約15%的Noise 至於Uniform 還是Glassian 沒有什麼所謂 我這個情況 我就會用Uniform 因為平均一點的顏色 Glassian就不會黑一點 有些沒有那麼黑的 那下面呢 就記得選擇Monoclonic 如果不是的話它就會有雜色點 我們先OK 我們先選擇 我們在最下面這層 我們Dulplicate的這層 我們先改它 叫做Noise 這一層呢 我們就選擇它做 Darkn 啊不是啊 用Color Burn 對了 用Color Burn 用Color Burn之後呢 你會發覺 這些影位呢 就會多些Noise 中間這位呢 就會少些Noise 我們就把那些Noise 就吃了下去 將相片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層 較淡一點 來調整一下 你想要多少Noise 啊 我們大約 是25%左右 這樣呢 我們就加了一些 平均的加了一些Noise 下去這些暗位 這樣看來就更加真實了 那就是到最後一步 我們就完成了 那然後把這個 el Bus 然後我們要兩層,我們要多一個 按住Option 或是Alture 按住 我們就打開Overlap這個Folder Sorry,不是,打開Base這個Folder 我們就把Center 這個 按住Option 或是Alture 按住 上去下面那層 但我們就把Backboard Enboss 轉回到Up OK 嗯,或者不要這樣做 都是用回同一層 我們就把Base這個 Sorry,把Base這個 刁拔棋一層 我們關掉上面那層 我們先調教這層的顏色 我們再次Double Click 進去 Bevel Emboss 因為這個Pixel 看來是少很多 所以我們就要把Size 調低一點 把Death也需要調低一點 然後就不要Integral 拔走Integral OK 接著就OK 接著我們刁拔棋一層上去上面那層 或者將這層刁拔棋 然後我們刁拔棋 下面這個 Bevel Emboss 我們把它轉成Alture Bevel OK 這裡有少少位是穿崩的 我們就fix了它 或者變得沒有感覺 那為什麼要做兩層呢 其實就跟外面這個效果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我們只是做單層的話 你會發覺這條邊 和旁邊的紅色就黏得不漂亮 但如果我們再加一層Alture Bevel 它整個就會比較適合 OK 選擇這兩層 就可以調整一下位置 或者是再放大縮小 可能再放大一點 OK 放大了之後 再微調一下Size 可能可以隨便 大多AA 或者你可以選擇 我還是用Soft 或者你喜歡的話 就可以這樣 做一條雙邊 把它轉成Down 就可以這樣 壓線的效果 所以我 基本上都是推薦大家 用兩層的效果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滑 那最後這一層 我們都要加多一個 我們剛才做的Satin 的效果 我們找Bass的這一層 插到Option 插到Alture也可以 記得張Fill轉成0 那看到這些位置 就會增加了些細節 我們便可以進去再調較一下 例如再把Opacity 加大一點 或者是它不需要這樣的Size 再調整一下Size 我們按OK 可以淡一點 這樣 我們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最後就收拾到手尾 將它group 回到一個Object 這個就是Word 我們整個就完成了 如果你是CS6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再做一些Curve 加強立體感 再調整顏色 這樣我們今天的教學就大致上完成了 之後還有一些可以再調校 例如你可以再做一個影子 我們要怎樣做的影子 當然 對不起 我們先去PS 我們先放大一點 我們的Artboard OK 底色感覺到白色 我們在Base這一層 最低的Base 我們可以加一個Drop Shadow Drop Shadow 較淡一點 90度 尺寸 尺寸 也小一點 我們只需要一個很小的Drop Shadow 大約是幾個Pixel 大約是8個Pixel 我猜 OK了它 然後我們去到AI 把底層的Drop Shadow 底層 抹出一個 我那就是因為有效果的 所以就先 expand Appearance expand Appearance 之後 我們就需要一層黑色的 沒有邊的 我們按着Option 或者是Authernate 填出其中一個 是白色的 放大一點點 把它放在後面 Cmd Shift Open Blanket 選擇了兩個 我們去Object Band Band Option 這裡 記得調校Smooth Color OK之後呢 去Object Band Make 給我Make 看看有什麼古怪 可以了 因為剛才有一個Group 這樣你就會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我們移動一下 因為刁擠了一層 好 做完 移動一下 做成一個這樣的效果 我們Copy這個Object 開回Photoshop Paste它進去 Smart Object 這樣就需要 稍為放適合 尺寸 然後把它放進去 再大一點點 這樣 把它放在底下 然後呢 就可以把它變成Multiply 把Opacity按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 特別一點的影子了 最後這個影子 再加一層 Bird Glassian Bird 大約是5-6K 就可以了 OK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再放大一點 Canvas OK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 好像在上面有光射下來之後的效果 我們今天的Tutorial 就已經做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 這次這個Tutorial 我會把完成的File 放在網絡上 所以如果有興趣 想下載 這個PSD的朋友 就可以去我們網站 如果是會員 就不用登記 如果不是的 登記成為我們會員 之後 就可以下載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